這個每一個包廂都 藝人有一個 當然 野心的中央 知道嗎 那個報告過的中央之爲就是 市長 你討論一下 市長 你有沒有唱過歌 KTVB唱過歌 喔 但市長以後就沒有 那之前有啦 那這個是什麼 你知道 這個 那個房間變色 局長 你那個高高 他都知道 所以你知道嗎 市長 這個房間變色 市長 這KTVB 裡面有的有犯 有的沒犯 如果是百分之八十都是被房間嗆死 市長 你要不要有一個這個政策 就是像這一次的房移一樣 要 大家都要戴口罩 那如果八大行業裡面 容留人數高的人 你要不要強制 都要準備這個房間 來 這個房間變照 這個房間變照 目前中央面強制 那我看來是可不可以強制 因為這個房間變照 品質有時候都不易 不然你面照好的 戴房間變照有時候 還要繼續戴 那個有時候房間太多 有時候重度太高 面罩會圓 那個臉上 然後會受傷 所以現在中央不一定鼓勵 說要是 是的 給你一個建議 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KTV裡面 或者是八大行業裡面 容留人數高的 強制 每個包廂可以有多少人 就強制他們有 帶這個 轉變這個房間變照 市長可不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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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帶大家看 局長會示範 好 局長示範 你說要為那個 局長你把頭放拿下來 所以我們不能把那個關進 局長 你把頭放一下 帶著 市長 你去把他放在那裡 這個房間面罩 市長 市長 這個房間面罩 可以 房間20分鐘 賣溫500度 局長你講講看能不能講話 可以 可以講話 可以 這個房間房間 市長 市長比較光看 可不可以推行這個 每一個房間都 一人有一個 我們也先 中央 是在我 那大家報告說 中央 就是 市長 你討論一下 好不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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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